如果紫微星遇上楊陀甲怎麼辦 會楊陀 楊陀甲 主觀孤僻 再加強暴淚不祥之氣 如果不是楊陀 而是火靈 思想不集中 你和他談到這件事 他可能想到第三件或五件 就要你自己聰明一點去處理 所以紫微星讀助 發揮他強勁的氣勢就更加強 如果去著醜美宮男 紫微星遇上破軍 這人的心理是否很矛盾 這就是紫微破軍 是這裏的 醜美兩宮 都是妙王的 這樣也好一點 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命宮 命宮是借念貪 但命宮借念貪的兩個位置 落陷 對 落陷 我們是連貪藝術的表現 很多藝術家都是廉政貪囊 但福德宮有紫微破軍 他這個表現出來 會怎樣呢 代表他一個人 因為破軍 紫微要點他做事 他的行動力就很強 不是坐在那裏點你做 他要每樣都要看著 點完你做之後 他要看著 跟進 親靈親為 就算有吉星 左腹右拔雙甲 有助力 有很多伙計 很多馬仔 但他對人也不夠放心 經常覺得我一定要看著 我看著你做得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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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即是很不信任人的性格 對 應該這樣說 不是絕對不信 是不夠信 他覺得他參與了的東西 才好一點 才好一點 是完美的 如果你要跟他和平相處 不產生磨擦 你便做得好一點 讓他做 即是對著老闆也是這樣 做得好一點 即是不可以只差一個簽名 對 一定要多一點 我做完完美的 計劃你簽名可以了 他會覺得不過癮 或者你刻意做一些 扭手後給他跟 或者有些不夠完美的 讓他立即看到 這裏不行 應該這樣會好一點 他便很有滿足感 如果這些老闆 遇上甚麼人會比較合格 這些老闆要這樣看得好 當然是做個天璣 如果你這樣問我 為何天璣就聰明 他又說頭聰明 你動也不用動 可能沉默是今 他便知道你可能不滿意 你便容易找到一些 例如做八九成的 你也要懂得懂才行 有些要剩下重點 讓他發掘到 對嗎 皮毛那些是不適合的 那就是權力很重要 對 沒錯 如果紙破見急化會不會好一點 好一點 因為開創力那麼強 他在香港開薑托土 他的領域便會好一點 所以他最好做一些 開創性思考的事情 如果你請伙計 你又請他開托市場的話 請這些都應該是不錯的 他絕對有能力處理 一個部份 或者去一個地方開創 還有他提供很多東西 可以讓你去參考 他要親是親為 如果你是他老闆 你又放心不怕他射黃 你做老闆放心 他是你老闆便對你放心 所以這種關係都挺有趣 對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如果紫眉和破均 紫眉是破均吉化 即是破均化綠 那更好 因為可以平衡一點 對 破均勻穩定一點 紫眉破均是不平衡的 他更加女創新有 是不善手成的 你千萬不要叫他採躲 就是一定要擺在做老闆 對 擺在向前衝 對 要想的 要衝的 否則他悶 他立刻不好便會浪費錢 請人要把他能力最強的行為發揮 即是嬰兒子也可以給他一些 開創性的活動 對 你沒有每次幫他拿主意 這樣他就不肯 你自己想吧 他很過癮 他就想一想 想完後 當然有些對 他又會啟發到思考 也挺好的 如果見殺 紫破 又見了天虛 大號的星星 他辛苦得來就視配公伴 視配公伴即是辛苦了 如果見了天盈 法技 又容易被人招人妒忌 可能會被人破壞 有很多麻煩困擾 要你解決 是特別努心努力的 不見殺 他也很忙 見殺的話 他的職效就不好 如果見了火靈 火靈甲的話 更慘 人家又懶惰 而且這種懶惰 就出不了聲 因為是福德功 不懶惰 火燒心 你自己要調節一下 否則影響生理不平衡就麻煩 紫破還有一個特點 經常改變主要 甚至是招令直改 你做伙計 拜託你不要 第一個說做 你就做到 勾心勾命 十全十美 你就死定了 可能翌日他會說 不如這樣好一點 麻煩 兒女也是 他說要學琴 你千萬不要買琴 可以讓他學 不然他以後說 我不學琴 學招提琴 你也很煩 即是預算這些要看 對 沒錯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全球首個道教電視頻道 道通天地 www.taoist.tv